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原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2805章 暗沙門發燒友 上次說到我們回到泡伏山 要對付在山上那四是一路人馬 衝到山口位置時 黃金龍在最前面 突然仰了手叫大家停下 然後他亂腰躲在一塊大石頭下面 帕伏山之所以有山口 是因為有兩塊大石頭 一左一右動了山徑兩邊 當由黃金龍上山時 與這兩塊石頭起了名叫做疏林二將軍 這兩塊石頭一前一口分別在山徑兩邊 令石間山徑整個S型的樣子 是個天然影壁 不繞過去的話 很難發現有人來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塊石頭的地方叫做山口 黃金龍不知道發現了什麼 亂下的身在山口的大石頭下面 我們看到這樣都一起躲起來了 那塊石頭下面是個山坡 山坡上有很多懷樹 可以躲到十幾個人 我和黃金龍在石頭的位置向山上看過去 然後看到山頂上很熱鬧 似乎有一種義和團在安刑窄窄的感覺 我看過去時看到 在我們花果陣的圍牆旁邊有很多頂帳篷 在花果陣的園場前面 他們來的時候 幸好現在就快過年 沒有人會上山 如果是平時的話 一定會驚動地方 肯定會有人過來盤問 而且這群人 根本就不在乎破不破相 在山頂上很吵 我放眼看過去 看到他們圍成了個大圓圈 在圓圈內 用藍木箱搭成一個小舞台 有很多人圍著那個小舞台 在看別人的表演 我心裡就想 現在過年了 這群人都不回家 真的會自餘自樂 還自己和自己表演節目 就像學生軍粉時那些卡拉OK大賽 然後看到在圈內有人站定了 看樣子大約四十多歲 他很大聲在說 噩噩方興就不是自己吹去自己 我這口燒天魔火 心得呼騰老祖的真傳 這口火吹出去 直接把王德錄燒到化曬 連火葬場都省了 請大家開下眼界 說完之後 他很用力地鎖一口氣 然後對手在空前動來動去 突然之間吹了一口兩隻多長火焰出來 圍觀那群人很興奮 拍攏手掌在此喝彩 黃銀一見到 差點笑出聲 這就是江湖上的小把氣 連暗沙門也不算 其實就是街頭上的擺攤賣藝的伎倆 口中含著火手 兩隻手在空口前亂揮帽 把口中吐出來的煙氣點上 在舊江湖上經常會見到 那個人噴了一口火後 馬上下台 接著有另一個人上來 他手上拿了一把寶劍 在台上一起 很用力地鎖了一工 而不是那些普權的舊禮 一看就知道是那些沒有傳承的外行 那個人鎖完工後 帶了一些江湖口音就說 來來來 看我許意見的絕招 生吞豬先劍 那個黃德鵬不回來 算他命大 沒有眼覆 他夠膽翻上山 不是我許某賣龍 我這把鮮口一開 鎖山把他整個吞下去 然後再加辣椒油 最怕他不好吃 我不怕他翻上山 各位一起來享受吧 說完之後 他拿了手上的寶劍 鋼身吞下去 還向四個方向展示了一下 我看著那把劍 那把劍的劍柄特別長 是把子母伸縮劍 在舊時候江湖碼頭上有很多 插進口裡之後 一字一字的劍縮了劍柄裡面 吞劍雖然不是失傳絕技 但很危險 乏這個行當中的人 是把真的寶劍吞進去 直接插進去的位置 而炮伏山頂上這位 根本就玩氣法 連吞劍藝人也不算 我微微笑了一下 突然明白了 露露和我分開時 那句話 他說 這四十一路人馬 他略略打聽過 我一個人是可以應付到的 原來這四十一路人馬 基本上都是江湖小生意人 或是一些對江湖小行當的發燒友 既沒有私情又沒有本事 接著有個五大三粗的肥佬上來 整身掛自行 現在是大冬天 上半身還光脫脫打大赤辣 身上紅蕩蕩 看怕就塗了凡士林 以前那些窮婦人家 擺地攤賣藝時 經常都認識這套 他一上來之後 抱了阿拳說了阿手 說話惶惶聲 在下邵大海 在文若山先生的草堂裡掛了一個號 大家聽到文若山的先草堂 即時拍爛手掌 邵大海用手押了一下 按住這麼多人的掌聲繼續說 兩年前 我和楊托元楊老先生 有一面之緣 大家聽到楊托元這個名字 即時很興奮 那些神情好像是墨拜天神 邵大海用手押了一下 使大家不要出聲 繼續說 當時楊老英雄在吃麵 我就有幸和他一起吃了半碗魚湯麵 還可以談了幾句 大家聽到可以和楊托元聊天 即時人聲鼎肺 邵大海又用手押了一下 繼續說 當時我就說我想加入老龍團 不過楊老英雄就沒有回答我 他就說不知道老龍團是什麼 其實我知道 其實我知道 當時他老人家 有重要事要做 不方便說明 不過見了這面之後 都不枉這輩子了 在江湖裡 都算有頭有面 我今天和大家展示一下 我平生絕學 江牙碎淺 口套鐵丸 黃德綠不來了 算他命大 他膽敢上山 我這棵江牙 把他的骨頭渣都咬到碎了 聽到他這樣說 下面的人都很興奮 好像真的要分了我的肉來吃 邵大海又把那麼多人的歡呼聲按下 然後說 如果黃德綠想走 我邵大海 可以在口裡套個鐵丸出來 把他整個打爆 各位 看看吧 講完之後 他在腰上拿幾枚銅錢出來 伸手放在口裡 用牙齒咀 沒多久之後 在口裡套了很多銅錢碎片出來 他托在手上向四邊展示一下 然後又套了幾枚鐵丸出來 摘在木箱上 凍凍聲 好像很有力度一樣 大家一片歡呼 目送著這個英雄下了舞台 很興奮 我就忍不住笑 邵大海這手叫核桃碎錢 雖然說用的是萬物感黑的道理 但並不是什麼秘密 核桃花筒 自古就是常理 核桃和銅錢一起咀 很容易就碎 不是說你的牙口有多好 口套來遠 本身就是小把氣 連採字門也不算 就是因為見過楊拓園一面 就可以在這群人中威脅成這樣 確實很好笑 那我還吉祝一刀 那怎麼算呢 聽邵大海說的 他分明就是一個暗收門發燒友 他知道有暗收門這回事 但怎麼找都找不到 有人說 老龍團的楊拓園在哪裡哪裡 他就好像追星族追了過去 見了一面之後 人家楊拓園說自己不知道什麼是老龍團 這樣就很明顯根本不想理他 這樣都可以成為他以後懸耀的資本 由這群人崇拜表情來看 邵大海在這群人中算是英雄 其實他連金雪莎都不如 金雪莎怎麼說都好 還可以幫老龍團做替死鬼 做那些會沒命的勾黨 趙大海連這個資格也沒有 想入老龍團 但他就不行 我越看這群人就越覺得有意思 就算是普通市井人 見到這些表演都知道是騙人的 但這群人好像是互相麻醉 混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裡 很虛幻地認為 這團體就是暗收門江湖 很有可能是一個老龍團的小角色 像金雪莎這樣的人發動了這群人 目的就不想裝我怎樣 而是放了一個煙霧彈出來 來到山裡騷擾迷惑我 在暗收門江湖之中放些話出來 令我信以為真 認為有41路人馬過來圍剿我 而真正的殺手是16開始 有煙霧彈後方便他們暗中行事 這群人之中可能只有邵大海在民藥山掛名 這不是因為民藥山歌仙草堂做事不嚴謹 吸納了這些閒集人等 而在草堂建立之初 本來有一批發燒友掛名 都在網上認識的 這樣便沒有挑選到 看怕邵大海當初運職其中 老龍團的人去民藥山傳票 將邵大海傳過來 邵大海便帶出了41路人馬 講白了不知道在哪個群中叫出來的 幾天下來之後 這群人將這次行動變成了表演聚會 事後還可以吹噓說 說嚇到暗沙門內阿黃德露不敢上山 諸如此類 細細想一下 這群人都蠻傻蠻可愛的 當時我和黃金彤對望笑了一下 黃金彤又和韋錄打電話 問韋錄說 這群人那麼瘋狂 你為何不出來趕走他們 韋錄在電話中便應他說 廢話?我早就知道這群人不是對手 他們個個都是行外人 打個比方吧 就是個個都隔起了 不知如何刺下去 但我怕破相 你們不是叮捉過我嗎? 要像保護處理徵操那樣 防止破相 所以我就沒有出去 韋錄這些這樣的比喻 聽到我們滴汗 黃金彤就對他說 那一會兒你出來吧 我們準備進去吧 掛電話後 我和大家商量說 韋錄說的話雖然是難聽些 但有道理 雖然說這群人很對付 但我們也不能破相 你們把蟲和兵器都收起來 我們用山聚子、樹狗旗來圍了他們 讓這群人滋難而退就算了 張雪旺也說 這也是個折衷的辦法 稍微展示一下我們的手段 又不至於嚇到他們那麼多人 免得傳出去吧 黃金彤也說 好,就這樣做吧 我們說話時很放鬆 難免聲音太大 山頂上可以聽到 少大海即時跳上箱 鎮臂一呼大聲叫 那塊石頭後面有人 是誰在那裡鬼鬼祟祟 那麼多位兄弟 滴他出來 這時我們轉身 我一馬當先帶著大家轉過山口 一陣寒風吹過 我見膠書大廠迎風揮舞 當時我覺得我好型的 山聚子的時候在山口那裡 輸了狗旗了 我走在最前面 雙手一抱拳 然後就說 那麼多位 辛苦了 我就是黃德錄 大家見到我們這群人的打扮 首先嚇到懵了 我們這群人的氣渣真是很江湖 首先我穿得很硬眼 其他那麼多人 打起切仗之後 那些眼神又銳利又沉穩 那二三百人有人偷偷說 不是說黃德錄狗死一生嗎 回來的可能性很小 哎喲 怎麼知道 我聽大約就明白了 這群人以為十六海次殺了我 但又沒有得到撤票的消息 所以在山裡辦事等過年 大家又有些很新奇的目光來看著我 好像在山裡暗暗話 這個就是黃德錄 然後把目光齊齊齊看過邵大海那邊 邵大海這個時候由他箱上跳下來 他身裡也十五個吊筒七上八落 但他現在騎虎難下 唯有走過來對我說 黃德錄 我們今天奉命來抓你的 你不要玩東西 給你幾個鐵丸吃一下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 本集完 我居然會忘記 我居然會忘記 我會忘記 我會忘記 你久不知 你怎麼會